通过你的狗的眼睛 希望更好地了解齐犬类伙伴的主人 必须认识到狗从不同的视觉角度看待世界 这些差异从眼睛的结构开始 我们对狗看到的东西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狗眼的视网膜的组成 视网膜是眼睛的感光部分 这个结构位于眼球内部的背面 视网膜包含两种类型的感光细胞 视感和视锥 圆锥体提供颜色感知和详细的视觉 而感状体检测运动和弱光视觉 狗的视网膜以感状为主 使它们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 再加上超强的夜视能力 狗比人类有更好的运动能见度 然而 由于它们的视网膜只包含大约十分之一的锥体 人类所拥有的浓度 狗不能像人类那样看到颜色 狗看东西就像色盲的人类一样 许多人认为红绿色盲的人不能看到任何颜色 但色盲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大多数人都有三色性视觉 三种颜色的变化 红绿色盲的人是二色性的 两种颜色的变化 狗的视网膜可以区分两种颜色 这些颜色是蓝紫色和黄色 狗也能区分深浅不一的灰色 狗无法识别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 狗使用其他线索,如气味、质地、亮度和位置 而不是仅仅依赖颜色 例如,导盲犬可能不会区分绿灯或红灯 它们观察的是灯光的亮度和位置 这与交通的流动和噪音一起 告知狗现在是过马路的正确时间 狗的眼睛如何设置决定了视野 以及深度知觉 猎物物种的眼睛往往位于头部的两侧 这使动物有更大的视野,使它们能够看到接近的捕食者 捕食者物种,如人类和狗,其眼睛是非常接近的 人类的眼睛是直视前方的 而狗的眼睛,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设置为20度角 这个角度增加了视野,因此增加了狗的周边视野 周边视觉的增加损害了双眼视觉的数量 双眼视力是指每只眼睛的视野重叠在一起 双眼视觉对于深度感知是必要的 狗的眼睛较宽,重叠部分较少 双眼视觉较差,因此,深度感知较差 当狗直视前方时,它们的深度知觉是最好的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因为鼻子通常会受到干扰 捕食者需要双眼视觉作为一种生存工具 双眼视觉有助于它们跳跃,跃起,捕捉和其他许多捕食者的关键活动 除了双眼视觉不如人类,狗的视觉敏锐度也较低 拥有完美视力的人类,据说有20分之20的视力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20英尺的距离内分辨出字母或物体 狗的视力通常为275 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在离物体20英尺远的地方才能看到它 就像人类在75英尺远的地方一样 某些品种有更好的视觉敏锐度 通常用作导盲犬的拉布拉多犬是为更好的视力而饲养的 其视力可以接近20分之20 如果你默默地站在你的狗的对面 不要指望它,它能认出你 当你做出某种针对自己的动作时,它就会认出你 它它还可以通过嗅觉和或听觉识别你的存在 由于视网膜上有大量的视杆 狗看到移动的物体比静止的物体要好得多 运动敏感性已被指出是犬类视觉的关键方面 狗的很多行为都涉及到姿势和适当性 身体姿势的微小变化对你的狗意味着很多 狗主人需要根据这一事实来修改训练 如果你想让你的狗根据无声的提示做一个动作 我们建议使用宽大的手和手臂动作来引导你的狗 当狗狗失明时 主人往往会怀疑它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已经下降到不再快乐的地步 人类能很好地应对失明 而且人类对眼睛的依赖程度比狗高得多 盲犬只要过得舒服 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主人可能需要对宠物的环境做一些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